我是Olivia 只要你能让这世界显得明显 只要你能让这世界显得明显 Zither Harp 这几天你在哪个城市天气一定晴朗 因为你就是个太阳 有空想念我的话就上线来说晚安 让梦里星光灿烂 别再担心我什么 别把我宠坏 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够浪漫 听到这样的歌词呢 我真的觉得很想问一下那个主角的意思 因为呢歌词里面有说 他说别再担心我什么了 别把我宠坏 我真的觉得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呢 你很想把他宠坏 原因就是因为你很爱他 你很希望他幸福 然后你会做很多他想认为你会觉得他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下一句又说 只要你平平安安回来就够浪漫 这句话我就不明白 平安回来跟浪漫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觉得如果我问他歌词会不会很为难他 因为他中文没有很好 但是他说没有问题了Rosita姐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一年没见 但是他变美了 然后呢变成熟了 然后呢又变 上次来他完全没有化妆 然后呢真的真的很innocent I still remember the scene 就是还记得那个时候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想呵护他 宠坏他的那种样子 但是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他已经什么都会了 我要我们欢迎我们的Olivia Olivia 你好 Hello 你好Rosita姐 Hi Hello How are you 很好 很好 那你呢 我看到你就觉得很开心啊 我记得我上次看到你的时候战战兢兢 因为真的太喜欢你了 因为我的朋友很喜欢你 很多男生很喜欢你 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然后 因为我觉得你的你的美还有你的好 不只是你的歌唱的好 还有你的人的个性很单纯 you know very very innocent you know very sweet very kind you know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Olivia 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有长大吧 长大 好你讲来听听看 你有哪一方面长大了 中文应该有进步 虽然还在就是练习当中 ok 然后你又没有住在台湾 有啊 真的哦 长期了 所以 就新加坡跟台湾住来住去这样子 对 这张新专辑Romance也是在台湾制作的 还有 就是可能 交了台湾的一些好朋友 ok 他们把我的世界打开 好 人就又变了轻松 开心 你交了一些朋友 yeah 对不对 交朋友很重要哦 当然很重要 对啊 好朋友 去年 许多好朋友 去年我猜你真的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你真的很innocent 而且你 你就是一个比较 好像outside的样子 那现在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对台湾整个感觉已经比较熟悉 应该算是第三张专辑了对不对 呃 在台湾发第二张 嗯 对 有一张是演唱会吗 好像是对不对 对夏月晚风 嗯 真的很开心 因为隔了一年终于有新的专辑 嗯 这张专辑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对生活上的一些感受 嗯 那其实我觉得每一天的大小事情 如果你用乐观的心态去看待这些看起来平凡的事 会变成浪漫 所以专辑名称叫做romance OK 你说当你看生活比较怎么样 就是平凡 但是你用乐观的心态 去看待所有的事情 就莫名其妙很神奇地变成浪漫 对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如果我也没有讲得像Olive那么漂亮 我的生命就很平凡 也没人注意我 我怎么浪漫 看态度 态度 怎么说呢 well you know 就是 每个人会有对生活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嗯 态度也是不一样 譬如说从你的歌里面出发好了 你的第一首主打歌叫做Love theme 对不对 I love you I love the song 一开始的时候 I love you I love you 然后每个男生都已经好像灌迷汤这样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人已经没有在讲I love you那三个字 well 有些人说I love you 就是玩玩而已 玩玩而已 有些人说I love you 当下是很真心的那种 对 对 你听得出来吗 怎么说 就是说 can you tell I think so yeah 都是一个感觉我觉得 嗯哼哼哼哼 但是我觉得Olive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些人的声音唱歌很好听 但是 讲话说还好 但是你刚好就是 哇唱歌又好听声音又好甜美 对 你要不觉得上帝真的给你很多gift 所以 你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mission 就是去帮助别人 有些 对爱情 其实 也许还有很多希望 但是呢 他是不敢说出来的 不敢表达的 对不对 像你的歌里面 你要不要来形容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这一次有两首旧歌 但是全部都是新歌 有很多都是一些年轻人少年少女的那些歌 对不对 是 偏流行 yeah yeah 要不要讲一下就是说 这次你想表达的那些歌 海湖石烂呢 因为这个年纪这么年纪 年纪这么小的人还会海湖石烂吗 还不是这个曾经拥有就好了吗 对你来说 海湖石烂有没有真正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有啊一定有的 我觉得周围有很多就是examples 嗯哼 我自己是相信爱是可以永恒的 嗯哼 所以其实这首歌海湖石烂是我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的故事 嗯哼 那私底下他让我听 我被那个旋律还有歌词感动到 嗯哼 就是歌词里面有说 就算真海湖石烂就算以地牢天荒海上爱就没有遗憾 就简单来说如果你用正面的态度面对爱情 嗯哼 爱情是可以永恒的 嗯哼 我想问一下这个Olivia 每一个人对于海湖石烂的那个interpretation 演绎都不一样 很多的年轻的人都以为真爱就是海湖石烂就是每一天都可以吃大餐 然后就很快乐在一起 然后都不会有argument 不要有任何的吵架 not in that's not possible 不可能 真的齁 所以你长大了吗 我还想试试看你咧 嗯 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恋爱经验不多 但是我觉得我想象力 有吗 有真的恋爱过吗 我不知道欸 Have you ever really been in love 哇你看这个音乐好难啊 配你这个问题真的刚好 I don't know 但是希望 因为当然我有交过男朋友 所以 So what happened 我真的自己恋爱的经验真的不多 但是我可以想象 我周围朋友也是会跟我分享东西 对 So 我 我相信 虽然每个人对海湖石烂这个形容词 也许不 不敢相信 但是 里面一定很期待这种的恋爱吧 Because this album Romance 是在描述开始的恋爱 所以曲风是比较愉快活不 甜蜜一点 OK Who knows maybe第二张是中间可能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第三张是 里亚公的 里亚公的 连台语都会讲 里亚公 里亚公 我也不会讲那两个字 但是我觉得那两个字形容得很 很贴切 很激烈 很很贴切 贴切就是说很appropriate appropriate Yeah right 但是爱情里面本来就是为有甜蜜 有阿公 里亚公 里亚公 因为有里亚公才是为有甜蜜 如果永远都是一条直线 一条straight line 就是永远都这么甜 每天都是鱼是燕窝 它每次都给你最好的 然后你们没有argument 没有思念 没有吵架 这是我觉得 那个爱 那个所谓的那个 真真的那种甜蜜 就不存在了 你偶像的爱 对不对 就偶像剧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Yeah 你觉得你可以承受 爱里面的那个所谓的 思念吗 困境吗 甚至是argument吗 You know 我有学到 因为我在 我真的只是交过一个男朋友 嗯 怎么可能啊 就听起来就是 I'm not lying 就真的 你的脸看起来就是 三岁最有男朋友那种 然后你现在几岁 十九岁啊 No 二十五 二十五岁 那就应该有 二十五减三嘛 二十三个男朋友应该有 至少 之前都是暗恋的 你暗恋别人 对 还是人家暗恋你 我也不晓得 嗯 我 Is it possible You're such a beautiful girl You know Yeah it's possible Because 就是发生在我现场 还是因为你很难追 所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耶 我小时候就是可能 会暗恋一个男生 嗯 然后可能我同学就 透露给她听说 Oh Olivia 喜欢你 Yeah然后勒 然后那个男生 开始喜欢我 那你就不喜欢她了 I know 那是小时候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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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